黃曙光一輩子軍人 眼淚這樣掉下來 我坐在前面 你看看我一睡 然後那個不只是委屈 黃曙光代表海軍在台灣 一輩子追求擁有潛艦的夢 幾十年了 我做出來了 那個感動 當然會有眼淚 辛苦了 還要講那個柳產長 我想他在黃曙光辦公室當主任 他跟潛艦有關 將來要升將領是有機會的 黃曙光一句話說 我怕台船速度跟不上來 你辦退伍 去台船 辦退伍 對 你去台船做產長 把進度給我盯上來 二話不說 報告司令 我退伍 前途不要了 就能不能一群人 為了推銷自己所代理的 拼命的侮辱 拼命的泄密 弄到你可能蓋不成 蓋不成就要回來求他 錢大家都愛 能不能不要賺這種錢